说到七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嫁给了韩国艺人李承炫 因为个性突出 较为强势泼辣 被大家称之为七爷 2006年七威以歌手身份出道 2007年与原成杰搭档成为狼才女貌组合 一曲《外滩18号》一夜爆红 传遍大街小巷 当时七威与原成杰这对荧幕CP也是吵得火热 但是在私下两人也从没正面回应过这段感情 两个人的传闻也就不了了之 《外滩18号》这首歌虽然爆火 但人却没有爆红 真正让七威火起来的是男人装 男人装的拍摄风格大家都知道 七威一瞬间被很多制片人熟知 事业迎来了更多可能性 畅而幽则演 在娱乐圈并不少见 七威开启了电视剧剧本 2010年到2011年 七威相继主演了电视剧《每人心计》和《下加3000斤》 电视剧的热度让七威在影视圈站住了脚 七威也成功地从歌手转型为演员 这次转型也为之后七威的终身大事埋下了伏笔 因为演戏 七威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美籍韩国演员李承炫 两人一见钟情 并于2014年9月8日在拉斯维加斯凯撒演酒店举行婚礼 隔年女儿Lucky出生 虽然七威与李承炫的婚后模式是男主内女主外 但令人诧异的是七威结婚之后 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 她并没有任何优秀的电影电视作品 她更多的是录制综艺节目 而她录制综艺节目都是在吃老本 不管是唱跳类的节目还是婚恋类的节目 七威都是在拿着自己出道时的资本和家庭来博关注 这对于艺人尤其是女艺人是极其危险的 有人会说杨幂不也经常上综艺 但她依旧很火 那是因为杨幂非常拎得清 她会边上综艺边拍戏拍电影 杨幂很清楚一旦脱离了演员的身份 自己很快就会被边缘化 如果将七威的电视剧火花和综艺表现相比较 那肯定是后者的反响更大 可以提升知名度 但是对于一名演员来说 始终不是一个好的维持事业方式 2月19日 七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对脸拍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七威的颜值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 皮肤辣黄粗糙且干燥 她脸上的法令纹和皱纹也是清晰可见 网友们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真实颜值大翻车 没眼看 但原来这是七威在拍新剧时的妆容 原来不是七威的皮肤状态不好 而是因为这部剧中七威扮演的是个市井女人 皮肤怎么可能白白净净 所以她是特意化妆化丑的 前段时间 七威因为在剧中皮肤不好上了热搜 这应该是她对此的解释吧 不过七威也是真敬业啊 哪个女演员不希望自己被拍得美美的 白白的 但是为了呈现真实的样子 七威这也是牺牲了自己的颜值啊 虽然七威的表演经历没有杨幂赵丽颖等一线演员多 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个好演员 七威她用时间和努力来证明自己演技是可以的 是很棒的 曾经在拍戏的时候 导演说过七威的下巴短 建议去垫垫 会更上进一些 七威却表示 丑的角色总得有人演 短下巴才更真实 并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要美若天仙 如果你要想要拍戏 演电视啊 演电影 你这个下巴啊 你要去垫一垫 把这个嫌我下巴太短了 这样上镜会没有 就不吃亏 那弄了可能就不是我了 而且 看到电视剧电影 不是都是美的不行的天仙 那你 那你就比如说丑的 你总得有人演吧 那我宁愿演那个也好啊 七威的真实 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三观也经常被人称赞 实在是太正 你们喜欢七威吗